以上五种菩提心 这个要孙入地 切入地变成自己的理上心上的证件 所以一定要回去好好听这堂课的开始 这是你们修秘法 要真正寄身成就 这是很关键的部分 在密宗有五种菩提心 这个很重要 一个是怨菩提心 就是刚才说你必须发大怨 未度如 如母有情 怨成佛 这是一个根本的大怨 那么第二个是行菩提心 发菩提心 做利他之行 那么第三个才是圣意菩提心 发菩提心 以般若空性原理 你是否真正到了圣意菩提心 怎么去检验自己的 那你这个依菩提心 菩提心以般若空性原理 然后破除了身见 证了人无我 法无我的空会 那么到第四层次的菩提心呢 叫三摩地菩提心 上述三种菩提心 显教与密宗共通 三摩地菩提心 作为密宗与家部所独有 既修这个月轮既式 我们在这个发菩提心论 这个龙树菩萨留下的 这个金刚顶钟发菩提心论中 看到了月轮既式 三摩地菩提心 心境长玄西天月 把心放在肚子里 三摩地菩提心 继而在修什么呢 修这个五象成神观 所以你们要修学的东西还要很多 在第五个层次的菩提心 叫拱达菩提心 世界拱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拱达是藏文 它是明点菩提心 也就是最好 最后是修到那个 小到无极的那个点 以上五种菩提心 这个要孙入地 切入地变成自己的理上 心上的证件 所以一定要回去好好听 这堂课的开始 这是你们修秘法 要真正寄身成就 这是很关键的部分 就是要从五个方面 去认知自己的菩提心 不是光有一个发愿 度众生就完事了 行菩提心一点都不干 圣医菩提心 也没有真正正见 正入 所以到第四的 这个三摩地菩提心 月轮也不见 心月轮也看不到 第五你明点更见不到 更不懂得如何 心始气越强 只有用气 才能冲动那个明点 才能支配明点的运动 欢迎点赞 留言分享 红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